那你看吧 莉莉 这个事儿就是说现在中间有二产 我不知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就是你现在排了 对于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不用说这些 我这个呢 我也是那个 因为我觉得我的智商都对付不了你 知道不 我当时对你的什么样的情况 你是了解的 你也别打断我说话 知道不 所以前程之前 包括开庭 我都是找我的律师来跟你谈的 我不想跟你对话 所以现在我的律师就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办 我得问人家专业的人员 知道不 他告诉我怎么办 我就得怎么办 你不用跟我商量了 欠钱还钱你不是说了吗 这钱你还想拖一倍才几倍子 就是那你的意思是没有个商量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 房子要排至于什么结果 你也不管不顾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你签钱的时候你想过我这边的结果吗 这话你问的真有意思 我想什么结果 我想的结果是你还我钱 对吗 是要钱吧 对呀 那你要钱你现在 刚才法官说了 你现在行使权利就要拍房子 你把这个房子拍了 假如说你不剩钱 你图什么呀 为啥不剩钱呢 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东西推掉市场 它这个房子拍多钱 要市场决定 你拍的越因为他现在你那房子 三家银行是抵押权 他还欠一个人的二财 这两个天天 每一天都要涨利息 你拍的越慢 他们的议题越高 房子是固定的 说你听说过 所以越快处理 对你那边最有利的 有可能不剩钱 但是有可能剩 但是这个房子 你要一两年以后处理 你就一定不剩钱 说听明白 你也听明白了吧 法官 因为这个就是我当时 走这个法律程序的时候 然后也是告诉我 有这个就是抵押嘛 就是他不卖 现在还有嘛 现在呀 对不 有这个抵押 这样的一个手续 所以当时我就已经是 那个做了这个全套的 就是一个是那个打官司 还有一个保全 对不 然后包括这个结案 你也能知道 应该是2020年吧 还是2021年 就是他不是说今年的事 也不是去年的事 应该都是前年的事了 在这期间 他任何一个 说那个你要还钱的 这个态度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一点都没有 在王女士看来 沈丹瑶借钱之后 干脆以一种 狮子多了不怕咬的态势 继续欠钱不还 这让他觉得 两人早已没有 所谓的友情了 2020年到今年 是什么情况 你也知道 对吧 对于我这种负债的人 你想做什么 一下子挣多少钱 去怎么样 肯定是不可能的问题 你听我说完话好吗 我不是想说 就是说到今天 我也并没说 我不联系他 我并不代表说 这个账就一笔莫销 第一建行的事情 人家要收房子 肯定要把建行的钱还了 建行第一 他就处理完事了 对吧 这是跟建行的解决方法 人家说年底来解决房子 就你现在要排公事 30天也到年底了 跟他是同步的 所以建行这个问题 我刚才已经看了 连那个本金 你要是到年底不还的话 害公事30天吗 不是 人家要收房子 人家有单 为啥不收 我欠你钱 你可以去查经底 没有呀 你可以去查 查经底 对呀 被这些人 沈丹尧希望最好的结果是 这套房产的第二 抵押权人 能顺利收房 买下这处房产后 既能还上银行的贷款 剩余的钱 还能还上王女士 但根据法官的了解 在第二抵押权人那边 沈丹尧还欠了30万左右呢 这房子第二抵押权人 准备花多少钱收 到现在还是未知呢 他的这个想法 让人怎么相信呢 我不是说现在不卖我房子 我要是能房子都变卸了 都把他们解决了 我很高兴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刚才法官也跟你说了 还银行 还你呀 最后是你这块 你看看你怎么 你怎么有什么想法 我配合你 我只是要钱 还我钱 我是还你钱 就这个账我背到啥钱 我背死去 我也是背不没 这话你不用跟我说这个话 哎呀 你这个话说的真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你知道吗 沈老师 你现在是要还他钱啊 你要不你就说是一致付 或者是安逸 你得先说呀 你刚有意思的是说 你要还我 你还问我想不想结果 你真有意思了 我这个吧 我律师跟我说的 他说你前面 我前面有那个一个建行 建行行呗 对我前面有一个建行 人家肯定也是要执行这个必要的一个手续 那我紧接的就是我随着 对不对 那我打顿你啊 你这个二财收房咋收啊 你这个法院二十多案子的都有查封怎么给你解呀 他要这个房子 他就是把这个房子买了 就是走法院程序 对不 我不明白是不是 我看出来你不明白 是不是走法院程序 不是 那是怎么走 走法院程序法院排 你说你刚才说的是他收房子 是他通过个人手段收房子 他找你法院来 他找你法院 他现在跟我收头 我也整不了 他不得找你法院 这个房子是面向市场的 谁愿意收谁愿意买 通过平台找咱们没有用 通过市场谁买了 他买了他买了给他过过去 因为你那骨鸭子特别多 你说要个人把这个钱 不是不是我没有这意思 我是让他通过法院的形式 现在就要法院拍 昨天去就要法院拍 法院拍房第一步就是房腾宫啊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你现在是这样 他要要房子 是不是你就不用找人了 是不是就不用那个什么了 不是 那我这样 那我跟他说一下 不是 你说的是他 你刚才说那话 我理解是他来找我 以一个折中的价给他 然后把这些插房都解了 把这钱安顺于还了 不可能 这通向市场的 不可能把那个东西 那行 那我就是如实地 不是行 这是规议 我如实地我跟他去说 我说的法官 他是进底 他应该放贷 他应该懂这些事 不通过法院拍卖 那房子过不了户的 那我不清楚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种情况下 法官说你收不了 那你看看你是 他通过拍卖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是跟所有人一起竞价 所有人谁要收你的房子都得跟人一起竞价 被执行人沈丹瑶开始为自己做起了打算 但是法官我也是特殊情况 假特殊情况 我也不是没被拍过房子 我知道你的房子被房子拍了吗 对我也不是没被法院拍过房子 就是我父亲和我现在是没有地方住 就是我配合你 你就说了今天不行 就必须那个什么上排 我只是有一个请求 就是说你们排了 没有地方住 那地方都可以给租房子 不是 就是说我之前排的那个房子给我排的 是给了我五到八年的房租 就是拍完了之后给到我这些钱 那就是这个房子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会不会给到我一些生活费 一套房才给五到八年住居 以前你有两套房 房屋拍完了以后 不应该给你五到八年住居 就是你这面就是不会再给我了呗 我说你们听明白 你有两套房子 不是我个人名字 那不是 就是这个是我唯一的 那不是我的名字 那个房子不是你自己的名字 是你那外一个人的名字 那五到八年住居留给他的 那我 那这是我个人的名字 那我这个五到八年这房租 会不会给到我 你那个配合法院搬走的 会给你 以前腾桓公告给你提的清清楚 你配合法院工作 你提申请 给 你不配合不给 沈丹瑶的想法是 法院一边拍卖 他和父亲还一边先住着 等房子啥时候真正卖出去了 他们再搬走 执行法官表示 没有这样拖下去的必要 沈丹瑶想和王女士再谈谈 你现在如果说 你允许我 我可以就是说 二月也好 半年也好 还是三个月也好 我从 我可以给你就是列一个环管计划也好 还是在这里也好 是 你当时借我钱的时候就写一条 你认不得 你是一个月 三个月 你半年还得多钱 你说数说出来 咋也给你做工作 你不说数 咱咋给你做工作呀 你是一个月还多钱呢 就是我现在呢 一个月呢 可能也就是挣个 某一某劲儿三四千块钱 就是你刨去是不是也得让我活着 如果说就是利宾这一块 我跟你讲好利宾 就是说说实话 我没有现在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人 你是第一个人 如果你要是说 咱俩 说这句话可能是废话了 我也不想说了 我现在 以我现在的能力 我可以给你写的计划 就是两千块钱 我原本以前跟王立平的关系 我自认为很好 真的我自认为很好 出了事情之后呢 就是说 算了不说 没有意义 他约完两千块钱同意不 我怎么能证明 现在他说 谁也证明不了 只是至于这个信任 对呀 他跟他 你先听我说 他会给你写协议 每个月还 假如现在是十一月 十二月初对不 他如果一月份不还 你来法院找 他如果二月到二月份没还 你也可以来法院找 按月还的 你愿意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你一定 因为这个房子现在拍 你就是 还想关锁的 我也知道你为啥 着急拍房 因为律师打过电话 特别着急拍这个房子 因为啥呢 你拍的越晚 你剩钱的几率是越小的 现在都有可能不剩 但是你这玩意儿 说不准市场回律 咱也不知道他这房子 还多钱 所以他现在要还你 你同不同意 你定 一个月还款2000元 以王女士目前被欠25万 不算利息都要还10年 王女士会同意吗 来这里面的法律关系 所以耐心的为他讲解一下 房产拍卖后的还款顺序 就卖完这个房子 给钱是一个顺序 第一个人是给人家建行 因为第一抵押权 第二个给他 第二个抵押权 你是第一个插封的 你是第三个给你 如果给够了以后 就往下继续再给 明白了吧 但是 你将他这么多插封 就是假如我个人想买他房 我想买他房子 买不了 因为不可能协调这么多法院 全把他这个解放了 所以他这个房子要处理 你肯定得进过法院 就没有人有这么大能力 他能把这些二十多插封 甚至三十多插封 全解了 你怎么沟通 你有一个沟通不明白 假如说第四个 第五个都不明白 第四个解了 第五个就不解 那第四个全力就没了 谁也不可能办的事 就是现在有一个人买房子 就是你一个插封 然后他要买他的房子 就是你一个插封 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解 解了以后 万一有罗乱 你那钱就没了 听明白吗 卖房的事都明白了 但是现在嘛 就今天的卖就知道 你也可能不剩钱 也只有两个家全在那 他房子不得 他那房子 他那房子 他那房子挺破 还是大顶楼 不那么值钱 就很不值钱嘛 那个债权 他不还你 永远在 你俩都有权决定 就你俩 你俩都有权决定 但是你的钱 不一定能回来 我又说一遍 你的钱不一定能回来 人家钱一定能回来 法律上的事 王女士听明白之后 也开始犹豫 是否要接受 被执行人 每个月两千元的还款 一个月 一两千元能还 能还上 咱可以去做个工作 你别拿这个两千元 来互购 说实话 就是说 你只看到我跟他 有这个二十多万里 你不知道我之前 跟他没流水 肯定是有钱 来往他还能借你钱 他赚过钱 他肯定赚过钱 才会借你钱 这是正常的事 你还不是说 那个有血缘关系 我从学上 有这种感情技术 感觉自己有利关 法官希望 沈丹瑶能够面对现实 拿出现实的还款计划 接着查看了 他的手机支付账户 法官经过查询 并没有发现 沈丹瑶有大额往来的账目信息 并且根据之前的网络查控 也没有发现 他有其他收入进账 你刚才说的 一个月两千 现在不是还有法官 都在这儿挺着呢吗 对 你要是 稍等一下 我那个 这单日终点 我给我要求 从一月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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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从一月份开始 你定 为啥呀 为啥从一月份开始啊 因为我12月份 挣几钱 我不得一月份到手吗 我我我我 那你是一个月份 充的钱呢 我10月份 我现在 不一个月份 你一月是 一月出国 还是一月下去呢 就是那个 20号到月末之间 我给他 每个月也行 或者你觉得 一个月两千少 你说得 再三个月给你一次 还是 怎么的给你一次 不用担 不用担 你三个月给六千 不一月给两千 不一样吗 对 这被执行人沈丹瑶 一会儿一提新要求 让王女士 属实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这个想法 也不一定有机会实现 托行托费 你俩别煮的 我那个刚才那建行的 建行那边也不可以 给你15天时间 住藤工房 我乱二 你不操 半个月 但是我藤不空 你想我租房 我是不是也得去找 半个月时间不够 如果你非要我藤空 我就请求一个月 行的 你就写上 我请求一个月 可以 给你一个月时间 行 你自己写上 请求一个月 保证一个月内的藤空 法院要求藤房子 被执行人沈丹瑶 要求5到8年租金 王女士要求 每月2000元按时还 沈丹瑶请求 1月底再开始还 法院限期15天腾空 沈丹瑶请求 一个月腾空 在法院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被执行人几乎没有 干脆利落地 按照要求完成一件事 不过法官也表示 这次将是最后的机会 一个月时间 也是最后的藤房期限 被执行人 我们打过电话 他电话基本上没有打通过 这都是第一次来 到今天上午 就把被执行人 约到法院了 当时想的是 他能跟两个申请人 达成和解协议 按约旅行 那就最好了 但是现在看 没达成 没达成 两个申请人 态度也比较坚决 然后咱们就 要拍这个房子 今天的这个王女士 就是他如果 最后这个房子 他拿不到钱的话 那他这个25万 最后大概要怎么来还 那就得看 这个神达瑶 他最后有没有钱 我们这个系统 会定期查询 他账户 如果有钱 我们就会扣 如果他要是 有新买房这种 我们会继续查询 就会用这种 操作询